這是赫蘭格里毀滅100天的第82天 2020年8月14號 今晚有一個今年最大的喜劇盛會 Rose大會 呱吉無法打 呱吉 我來啦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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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而現在呢有一個人不在我們的現場 他最近呢寫了很多靠北蛋糕喜劇的 雖然是匿名的 可是他一定寫了很多 因為他被隔離 而這個被隔離的王八蛋 即將來到現場 讓我們掌聲歡迎賀龍 哈囉 聽得到嗎 哈囉 嗨 嗨 大家好 我賀龍啦 哇 好久不見耶 不好意思 我在坐牢啦 所以今晚只能視訊 請大家多多包涵喔 通常我透過影片來表演 都會變得非常的爛 只是比壯壯在誰是被害者的演技好一點而已 當時壯壯教我看誰是被害者的時候 我光聽那個片名 還以為是他跟呱吉在一起解約的紀錄片 不過今天喜劇圈 大家庭齊聚一堂 很榮幸我被隔離還是能加入各位 謝謝呱吉哥 壯哥 德哥 雕哥 馬克哥 博恩小弟 壁豪哥 小歐哥 凱莉姐 豪平姐 看到豪平姐 我越耳聞就知道 他會在憋尿了吧 主辦方是不是忘了幫他準備性別友善廁所 你看東區的笑得多開心 看來這次有準備殘障廁所 他的脊肉條不用再憋尿 不過他也最常使用殘障廁所的鞋是凱莉 你們知道嗎 在外面隨意跟人做那檔事 總要有個大空間嘛對不對 更何況凱莉都是玩三批 他跟他養了兩隻哈士奇 不過我跟妳看有一隻去年過世了 但是我很早就提醒過妳了凱莉 狗再大隻 都撐不起火車便當 我現在是遺漏了蛇 喔 俊 對 大家是不是不認識俊嗎 這裡我跟他最麻吉 向大家介紹一下 俊是曾經跟我一起做夜夜秀 經不起壓力 玻璃心半途而廢 擺爛拖累夥伴 無能沒有實力的超級麻吉 今天台上太多人了 但我的時間不多 只能lost真正的超級好朋友 所以不會沒妳的事了 欸黃你好妳很緊張嗎 我剛剛說的是超級好朋友 不是抄襲好朋友 OKOK 說好朋友 曹小鷗 小鷗最近回來講脫口秀 我衷心為妳高興 這五年來我一路看著曹小鷗成長 從卡米蒂霸胎 樂團口琴手 到如今 妳終於成功了 妳成為了呱吉堅持力捧的廢物欸 同樣是呱吉堅持力捧的廢物還有一個 大巨蛋 其實我真的很不忍心吐槽呱吉 呱吉曾經私下跟我說 想挖交我去他的公司上班 我在此公開誠摯向妳說聲謝謝 但是我真的很怕 加入一個Youtuber公司會水土不服 我不想做出一些 完全沒人想看的作品 在影片中自嗨 然後現場越講越爛 我不想變得跟馬克吐司一樣啊 但不得不說 呱吉非常遠見 創立了上班不要看之後 馬上創了上班可以看 他當市議員也是如此 大巨蛋不要蓋 馬上變成大巨蛋可以蓋 你是不是想學博恩啊 人家博恩把我關起來 一百天就放我出去 你把台北市民關進大巨蛋 發生意外逃不出去耶 但瓜吉也是我心中最有才華的創作者 觀眾不要再罵他 一直不更新孤獨的美食廢人了 他選上市議員後 哪有時間吃美食啊 都嘛在忙政治 對吧 唉 沒有人懂你耶 孤獨的中共同路人 不過最後 我要謝謝瓜吉 成就有這場弱勢大會 你雖然很少講Stand up 但瓜吉是現場喜劇的集大成 你有著我賀龍的Respect 有博恩的身高 有俊的學歷 有凱莉的財富 有黃浩平的性向 有馬克吐司的帕老婆 黃藝豪的不要點 有莊藏的合約 有東西的合約 還有曹晓鵝的約束 就是沒有那麼好意思 謝謝大家 我是赫龍 請進西藏 各位我們九月見 拜拜